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后半段特别要来看的是 当家庭失去了支撑的功能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的结果跟怎么补救 首先家庭影响真的太大了 但你看这个女儿从小家里是在市场里面卖猪肉的 过年的时候就做腊肉跟香肠 那么她一直都在家里帮忙在市场里面 直到她后来长大出国结婚了 但她答应妈妈因为每年冬天太忙了 她一定再回到市场里面来卖腊肉 做腊肉 直到几年前父母亲都过世了 一年一年她还是每年的中秋过后 一直到除夕的这四个月期间 固定都会从美国回到台湾 回到市场里面 守着这个摊位 也守着这个腊肉的约定 我很疼惜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苦了一辈子 苦了一辈子 我妈就讲说 你回来吧 回来做这个生意 维持我们两个母女的生活 切成长条状的五花肉 中间还得再划开一小道 好让绳子穿进肉里方便吊挂 绑腊肉这工作 胡其春五岁就开始帮忙 也就从此和腊肉紧紧绑在一起 即使飞越太平洋去了美国三十多年 也没分开过 连我们这个卖肉的老板 都说我太规模了 凌晨从大市场买回来的猪肉 胡其春习惯自己先处理过 重新切鞭 修齐 再分割 爸爸是退伍军人 骑脚踏车卖猪肉为生 后来租了市场摊子 起先继续卖猪肉 后来因为附近眷村多 逢年过节 腊肉香肠的商机也多 胡其春就是从小跟着爸妈 从认识猪肉到学做腊肉 把这些肥的还有奶子 这些就给它弄干净 从前家里卖过猪肉 胡其春对肉的要求特别高 一整片五花肉 大骨头小骨头都得去掉 把这个膜要给它拿掉 用手撕开 撕开然后这样子 怕会盐会上不去不好看 筋膜那些会影响口感和上色的 也都要再细细修掉 修整后才切成一长条腊肉的形状 它就是肥的瘦的肥的瘦的 这样子一层一层这个肉才很嫩 这个肉好吃 肯学又肯做 胡其春从小就在家里帮忙 高中毕业后还是离不开市场 要负责采买送货做腊肉 每个步骤都纯手工 工作又累时间又长 年轻的胡其春一心想出去看看世界 在美国工作的姐姐帮她办了衣亲 终于她有机会走出市场踏上新大路 隔年胡其春在美国出嫁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有一个责任心 家里没有人可以帮忙 所以就算我嫁出去了 我还是会回来 每一年就回来大概一个半月 六个礼拜 就连怀孕到女儿出生 每年过年前胡其春一定飞回台湾帮忙 分割成长条的五花肉 要用中药材和盐混合 炒出香气后均匀抹上 你透露几种大概有什么香料 不能透露 一种都不能透露 八角 还有呢 花椒 不愿意再透露了 胡其春十几岁就跟着爸爸学做腊肉 从腌肉炒盐到烟熏 这些步骤他都会 但偏偏最关键的香料配方 爸爸没有留给他 我父母都是重男轻女 有重男轻女 有一种观念是传子不传女 所以说 因为我们家的炒腊肉的配方 我爸爸把那个秘方 配方给一个中药房 那每一年我们就说 我们要挤包挤包挤包 爸爸过世后 哥哥弟弟都无意接手 更没留下爸爸传授的配方 姐姐又远在美国工作 只剩下他会做腊肉 也愿意答应妈妈的要求 这些不愿意做的成分就是说 我们从小做很累 很辛苦 那哥哥身体不好 不愿意做 那弟弟不愿意做这一块 因为弟弟有弟弟的事业 所以我妈妈就寄望我说 我回来就是帮个三个月的忙 每一年回来 以前这两个月三个月的忙 就这样子 抹上香料和盐的五花肉 就要封进大缸里 以高粱米酒浸泡增加风味 我一直没有我爸爸的配方 那我真的是 我爸爸过世之后 我们还是向中药房拿那个配方 有一年好像是 它的配方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那我就想说这不是办法 胡其春只好凭着记忆摸索味道 再加上自己拼凑 才找出来像爸爸的味道 又有了他的新味道 腊肉在缸中腌制几天后 已经味道充足可以出缸 怕在缸里受到挤压 吊挂时还得先仔细整理一番 胡其春把腊肉调进一个 像衣柜大小的熏箱里 接着要烤干熏箱的工作 都关在这里面进行个几天几夜 第一个没地方晒 第二个空气污染 第三个又怕下雨 然后又怕苍蝇 又怕一些有的没有的 依循着爸爸的老方法 胡其春自己披木炭生火 用木炭还是比电烧的香 但点火前千万要戴上手套 袖套护目镜全副武装 前年眼睛就被喷到 被炭扎给喷到 就是他的啪啪啪啪啪 起火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那个啪啪叹喷到我眼睛里面去 好痛吧 痛啊痛了痛了 其实胡其春心里也有一种痛 所以他答应妈妈 每年飞回台湾做腊肉 因为耗强的妈妈 从不向孩子伸手要钱 但是爸爸走了妈妈老了 腊肉摊子要是收了 妈妈就会失去经济来源 我很疼惜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苦了一輩子 苦了一輩子 爸爸是雙人脾氣也不好 爸爸是雙人脾氣不好 我們小孩子基本上 小時候都是打媽教育 所以我非常欣賞我媽媽 想到媽媽從前的辛苦 還是會紅眼眶 母女倆感情意志都很好 她心疼媽媽在婚姻裡的辛苦 媽媽也知道她遠加美不厚的委屈 以前的量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大 以前的量沒有那麼大 其實真正開始做是因為我曾經 我人生上有一個谷底 有一個谷底 那我在2004年 2004年當我結束了 就是說結束了一段婚姻之後 然後我回來 媽媽說 我媽媽就講說 你回來吧 回來做這個生意 維持我們兩個母女的生活 就這麼一個信念 媽媽的鼓勵胡錫春擦乾眼淚 那之後她半年在美國陪女兒 半年在台灣照顧媽媽和做臘肉 人生挫折時 還有媽媽與臘肉為伴 胡錫春許下心願 要用她的手藝 爭口氣 我喜歡這種肉 這是什麼肉 這大板 大板 那就是全瘦 全瘦的 胡錫春每次回台灣 除了臘肉少不了香腸 她做香腸選豬後腿肉 切肉時又是一番細膩的出去筋膜 這個咬起來就會卡卡卡卡卡 會涩牙那種的 就是這一片 要做出市場區隔 提高品質和口碑 肉和功都要好 為了健康概念 瘦肉肥肉9比1 香腸肉用高粱酒醃漬 前幾年胡錫春發現 台灣流行麻辣鍋 香腸的口味 除了原味 蒜味等等 也開始跟著流行走 我的麻辣香腸 我回去七個月 我就一顆一顆這樣子挑 一年回去挑 就帶30斤回去 只能帶20斤回來 或18斤回來 把這個去脂去脂 我就一顆一顆戴著老花眼睛 在一個台燈下面這樣挑 每年就這樣來回這台灣 美國為了腊肉褲子盲 十年前媽媽生病了 胡錫春鼓勵媽媽 到美國好好休養接受治療 媽媽在美國的 那一個農曆年前 胡錫春為了讓媽媽放心 還是回來台灣做腊肉 在美國養病的媽媽 則是一心期待 等病好了 還要回到台灣的腊肉攤子 所以說媽媽一直覺得說 這就是她的事業 她對這個攤子很有感情 因為這個攤子 能夠讓她養一個家 把她的孩子都能夠養大 其實我只能說 我爸爸比較不尊重 不尊重女性 那從小我們 我從小就很疼我媽 就覺得說我媽媽很可憐 就是說婚姻碰到這種丈夫 所以怎麼講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會在家裡幫忙 因為我也欣賞我媽媽 攤子上有太多媽媽的人生故事 一年後 腊肉攤卻沒等到媽媽回來 胡媽媽在美國病逝 爸爸的味道 媽媽的回憶 念舊的胡錫春不想就此結束 還是繼續每年飛回台灣做腊肉 幾年前她遇到一段新感情 結婚前她提出 必須每年回台灣做腊肉為條件 那我就跟她講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忍受 我每一年要回來幾個月的時間 去做我自己的事業的話 那我就寧願不要在一起 因為我知道我前面那段婚姻 她給我的藉口就是說 我每一年就回台灣 幫我媽媽做生意 這是她的理由之一 這次婚姻胡錫春的外國丈夫 非常尊重她 每年中秋過後到除夕 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胡錫春又繼續回到這個 她小時候拼命想走出去的 小市場裡 因為她知道 還有人在等著她 每一年就會騎個摩托車 摩托還會搖搖晃晃 搖晃晃晃的給晃進來 大家就叫我媽媽 所以每一年我就知道 我們每次叫她叫王叔叔 每一年都會來 然後來了就一定會跟我媽 坐在椅子上 聊個半個小時 聊個一個小時 小板凳上沒了媽媽的身影 但老客人的期待都在 現在是為了他們 胡錫春年年會來 她還跟我講說 我是從中國醫藥學院 叫我兒子推著能語 專門來… 第二年我就沒有再見過她了 我覺得說很遺憾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太晚了 我也沒有了 如果說我知道說這樣子 我說無論如何我也會留一條給她 你是第二代啊 舅舅吃過 你舅舅吃過的舅舅是第一代啊 對不對 這樣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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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會有這樣子 一些老客人 今年不來明年不來 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說要珍惜 真的 自己人一切所有努力 人生太無常 幾番分分合合 胡錫春珍惜 一直有臘肉陪在她身邊 讓她有勇氣 重新找到信心 於是每年飛行一萬多公里 來回美國與台灣 臘肉的味道 緊緊細著她的人生與相仇 也是她的使命和責任 也是她的使命和責任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